市立的本土的個案 均為醫院感染事件的確診個案的接觸者 那基本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表 大概 我們大概是紅色的 這幾個個案 是今天新增的 大概是案864 865 他是案863同住的家人 那863在工作的時候接觸 863是10B的護理師 在工作接觸的時候 他有 同病室的病案 同病房的護理人員 是868 那另外還有一位是在9B的Y級看護 他是869 那因為我們原來的856 他的主 這位主治醫師 他有跟這個869有接觸過 那似乎好像他跟 869也跟838有接觸過 那到底他是有哪一位 到底有838 或是856傳給869的 那目前我們在 釐清中 那總共有這樣的一個4位的案例 一位護理人員 那兩位是原863的同住的家人 那另外一位是在9B 病房內的Y級看護 863跟864 他們是夫妻的關係 那他們在案外的活動的地點 大概一個就是在1月13號11點半到12點15分 在桃園南門市場 1月16號11點40到12點35分 在桃園南門市場 那其他還有一些相關的軌跡 我們現在在 釐清中 那案865 案865 他在 在桃圭A7店的摩斯漢堡店上班 所以1月16號到1月18號都在 這個 這家的一個 桃圭A7店的摩斯漢堡 那 整體詳細的時間 基本上他是上班的時間 在那個地方 不過詳細的幾點到幾點 那 這還需要再釐清 那這位865案在摩斯漢堡店裡面 他主要的 工作人員只有他跟1位店長 那現在店長也在 居家隔離中 那 採檢的結果還沒有出來 所以在整體 這邊在我們的布桃裡面 當 我們成立了前進指揮所 那相關的一些 工作跟一些分配 還有一些聯絡 窗口都已經建立 那目前幾個比較 新的就是在居家隔離者 我們基本上 要以集中檢疫 或者回院隔離 為原則 基本上在 重視他重視在居家的話 我們 也認為說 基本上還是跟家人能夠做一點區隔 是比較好 所以一方面會放在集中檢疫 或者回到院 區 那回到院區裡面的 因為我們在 整個 我們在執行我們的相關醫院的清空 的計畫 但不既然是全部的清空 就我們需要認為需要清空 那今天 我們會開始有120名 明天開始有100名的 病人開始往外面的專責隔離病房來移動 那相關的病房 陸陸續續包括前面清空的 那再經過消毒 檢查 之後 那可能就可以作為我們相關醫護人員 回院隔離的一個處所 那當然樓層的管制 那並全面的消毒 那分層 現在在進行中